第十八集 少年畏惧地看了他一眼 怯声声道 我叫诸葛凡 我放学后来超市买汽水 结果 结果 他眼中泛起了恐惧失色 想起了那个灾难爆发的夜晚 那一天 他放学后独自来到了超市 准备买瓶汽水 闲逛了一会儿后 突然看到外面想起了一片骚动 恐怖的事也在那一刻拉开了帷幕 周围的许多人 原本亲切可爱的脸庞 都在那刹那间变得猙獰而残暴 扑到周围的人身上撕咬了起来 他当时就懵了 傻了 直到耳边听到了撕心裂肺的惨叫时才惊醒过来 慌乱中跑进了这储物室中 索性的是 这储物室中还有一些储存的零食 依靠着这些微薄的食物 他勉强地只剩了一个月 丝毫地不敢出来 也不敢有太大的活动 他曾透过缝隙 看到一个躲在米柜下的男子 因为发出了一丁点的响声 结果引来了几头丧尸 将他给活活地分吃了 白龙看着这个少年眼中的恐惧 心中轻叹一声 不由地想起了自己刚面临丧尸时候的恐惧 若不是后来遇上了叶尘等人 只怕他没有再想下去 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放心吧 小猪哥 以后你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的白龙哥罩着你啊 少年小心翼翼的 是猪哥凡 不是猪哥 嗯 猪哥嘛 我知道 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紧接着便听得噗的一声 继而一阵欣喜的狂笑 大哥 这超市里的丧尸竟然都死了 好多食物啊 从超市的门口 阳光照射下 走进来几道身影 分别是五个男子 接手上持有兵器 分别是西瓜刀 菜刀 扳手 拖把之类 其中为首的一个大汉 肌肉健壮 满脸胡茬 眼中凶光四射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人 手中持着一柄极为宽厚的大刀 上面沾染了点点干枯的黑色血迹 老大 我们真是好运啊 肯定是哪头怪物将这超市的丧尸都给杀死了啊 嘿嘿嘿嘿 手持扳手的男子 穿着汽车修理服装 满脸的兴奋 眼眸如一头饥饿的野狼 等等 壮硕大汉皱起眉头 看了一眼四周 这些丧尸身上都是刀伤 也许是哪个强者将他们给击杀了 怎么可能 老大 你想多了吧你 哪会有那么强的人啊 这可是几百头丧尸 除了奥特曼来啊 也许是哪头怪物的爪子太锋利了 其余四人纷纷摇头 一个个打死也不相信 世上有这么强的人 壮硕大汉沉思了一下 也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如果真有这么强的人 只怕已经不能成为人 而是神了 他告诫道 都快点将食物搬运回居所 防止那怪物回来 嗯 其余等四人纷纷点头 从右侧通道走进了超市 三个人负责装货 那壮硕大汉和另一个男子 分别守在门口 查看着动静 防止有怪物跑来 哎 这三人走进了超市里 顿时便看见了里面货架上被清空 不禁诧异 彼此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各自眼中的惊疑 最后其中一个人壮着胆子说道 进去看看 他带头走了进去 顿时便看见了里面有几道身影 乍一看还以为是丧尸 吓了一跳 定眼一瞧 才看见是人类 不由的大松了口气 转头对另外两名伙伴道 里面有人 去看看 这俩人神色有些诧异 点了点头 一行走了进去 只见超市里面 有六道身影 其中一个男子 靠在墙壁上打瞌睡 还有一个极为靓丽的女孩 居然比我们还仙道 嗯 拿扳手的男子 上前看着白龙等人 愣默道 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啊 你们收拾好各自的东西 马上离开 白龙古怪的看着他 哟好 这里是我们先来的 要离开也是你们才对吧 拿扳手的男子 瞥了他一眼 愣笑道 哼少废话 若是不想死 就快点滚打 哦 白龙沉思了起来 仿佛是在咀嚼着这句话的意思 半晒后 才抬起头来 俊秀的脸上挂着帅气的笑容 慢慢的走了过去 来到了这三个人的面前 手中的消防斧 呼的就劈了出去 快如闪电 一下子就消在了其中一个青年的尖头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的肩膀给斩断 杀猪般的尖叫 响彻了超市 另外两个男子 只看到一阵刺目刀光闪过 便看见身旁的头脉的手臂被斩断 不由得大惊失色 惊骇的看着白龙 嘿嘿 忘了告诉你们了 白龙笑意盈盈说道 我并不喜欢别人对我说滚这个字 这个阳光帅气的笑脸落在三个男子的眼中 却比恶魔的凝笑更可怕 一个个不寒而栗 手脚冰凉 背脊里寒气之梦 冷汗如雨 怎么了 这时 外面的壮硕大汉和另一个男子冲了过来 一眼就看见了白龙等人 还有地面上掉落的断臂 大吃一惊 旋即神色慢慢的阴沉了下来 森冷道 你为何要伤人 白龙怂怂肩膀 哼 我高兴 我乐意啊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猎杀丧尸 对于血腥 他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偶尔还会帮业主解剖丧尸 对于人体器官也已经习以为常 因此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内心里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杀戮之气 有时候会忍不住有种杀人的冲动 在战场上 士兵最容易得的就是战争后遗症 给精神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常常会对周围产生悲观失望 以及仇恨的心理 在末世中待久了 天天看见吃人的丧尸 每天去击杀许多和自己看上去相差无几的同类 这种精神上的负面影响极为的巨大 会慢慢的侵蚀一个人的内心 使得脾气变得暴躁 这种症状在后期称为杀戮后遗症 一直闭着眼眸睡觉的夜沉 慢慢的睁开了眼眸 看了白龙一眼 微微皱起了眉头 眼中掠过了思索之色 这时 听了白龙的话 那壮硕大汉的神色阴沉了下来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一步迈出 手中的大刀当头披下 如开山霹雳气势彪悍 浮光一闪 一颗头颅抛飞起来 壮硕大汉的身子应声而倒 鲜血从脖子处飙射 将周围四个男子全都给沾满 一个个惊恐万分 论体质 白龙有五人之力 出手的速度 绝对不是那壮硕大汉可以比你的 你们是自己走呢 还是我来啊 白龙脸上挂着几点阴红的鲜血 微笑着看着他们 四个人不寒而栗 纷纷转头狂奔 跑出了超市 嘿嘿 麻烦解决了 白龙轻松的笑了笑 转身走过来 对着诸葛凡说道 开始收拾东西了 月恒和莫峰 并没有觉得很稀奇 继续收拾起了东西 诸葛凡被白龙刚才的模样吓到 看向他的目光中 一直带着几分畏惧 到了傍晚时分 一行人将超市里的 可以食用的零食袋上 一共有十几箱 这超市虽然极大 不过只有一楼是食物 第二楼则是衣服 第三楼是娱乐 这十几箱食物 白龙等四人分别分担 其中白龙体质最多 一个人拿了六箱 诸葛凡体质瘦弱 只拿了两小箱 叶臣和叶竹两袖清风 带头走出了超市 只见远处西洋照来 彩霞赤金 几人的影子长长的拉在了身后 诸葛凡看着外面死去的 几百头丧尸的尸体 大吃了一惊 对叶臣等一行人充满了好奇 走了没多久 一行人进入了一条偏僻的街道中 两旁的高楼中没有半点的人气 门窗如魔鬼的眼眶 在俯视着他们 诸葛凡身子缩了缩 走到了队伍的中央 怯生生的对白龙说道 这里不会有很多丧尸吧 白龙笑道 放心吧 有丧尸也没事 话音刚落 呼的旁边一栋大楼三层的窗户就撞碎了 一个男子从上面坠落下来 掉在地上 直接就摔死 紧接着 从那窗户处 接连冲出了几道身影 呼了下来 摔在了地面上 没过一会儿 便又爬了起来 对那个摔死的男子的尸体撕咬了起来 这惊熟的一幕 使白龙等人纷纷以惊 诸葛凡脸色煞白 几乎想要呕吐 这时 那几头丧尸也发现了叶辰等人 一个个兴奋的冲过来 这嘶吼声惊动了这条街道 隐藏在各栋大楼里的丧尸 一个个冲了出来 有的是从大门奔出来的 有的直接从楼上的窗户上跳了下来 摔成了一滩烂泥 哇靠 不是还真的有丧尸啊 白龙满脸的错愕 夜晨看着冲过来的近两百头的丧尸 陈鹤道 跟我来 摄影一动 向着距离最近的一栋大楼冲去 守在了门口 看了一眼莫风 这个男子手中握着一把精致的手枪 正准备开枪对付丧尸呢 夜晨沉声道 别用敲 莫风一愣 看了他一眼 拳机点了点头 将枪收了起来 手枪的威力若是使用的好 足以击杀四十人之力的怪物 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用来射杀丧尸 实在是有点浪费 夜晨双手握着斧头 眼眸冷立 看着冲过来的丧尸脚步一动 手臂上青筋突起 如条条蚯蚓 极为恐怖 旋风龙斩 狂风掀起 斧头如叠起叠落 带着奇异的轨道 成一个圆形将周身全都护住 任何一个靠近包围圈的丧尸都被斩杀 在包围圈内 是属于他的世界 绝对不会有他不喜欢的人走进来 死 双刃交杀 夜晨如意尊战神 站在门口 黑发飘飞 手中的消防斧舞动的密不透风 等一大群丧尸冲过来时 便改用了玄风龙斩 只有少数丧尸时 便改用双刃绞杀 两种招式在手中不停切换 夜晨可以感觉到 体力正在大幅的消耗 手臂上传来了阵阵撕裂的感受 好像脚抽筋了一样 这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剧痛 只是让他微微皱了皱眉 直到手臂的负荷过大了 不能够再持续使用 抬头一看 嘶吼声扑面而来 震耳欲聋 丧尸口中的腥臭之气极为的刺鼻 虽然脚边地上已经倒下了上百头的丧尸 但仍然还有七八十头的丧尸 在拥挤着扑过来 夜晨渐渐感到了吃力 若是一个寻常三十人之力的人 面对近两百头六人之力的丧尸 不被杀死也被压死 这还得多亏了玄风龙斩和双刃绞杀 这两式刀法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力气会被耗光 夜晨眼眸皱起 看了一眼身后的夜主董人 飞快说道 白龙 去找一个煤气坛过来 白龙正了一下 玄机明白过来 联盟跑上了二楼 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最后提了一个半罐的煤气坛就冲下来 交给夜晨 惊气道 哎 这样眼报会不会炸到你自己啊 夜晨没有说话 将手中的消防斧丢给他 转头握住煤气坛 当做锤子一样抡了出去 砸向了那群丧尸 哇靠 当兵器用啊 白龙错愕 就在这时 那煤气坛子一下子就砸翻了四五头丧尸 弹身也陷了进去 夜晨飞快的从口袋中摸出了一个打火机 将煤气坛向着那群丧尸就抛了过去 巨大的力道 一路掀翻了几头丧尸 眼看煤气坛余力耗尽 就要坠入地面 夜晨将手中的打火机 一下子就甩出去 这一刻 时间仿佛也减慢了 所有的丧尸都像是在放慢动作 只见打火机在半空中划过一道笔直的轨迹 最后撞在了煤气坛上 砰 璀璨的火花 从撞击中击射出来 旋即 一道响亮的爆炸声震撤了整条街道 铁片向四处击射 贯穿了一头头丧尸的头颅 火焰之力席卷全场 将那几十头丧尸全部的侵蚀 焚烧在了一片火海中 而在丢出打火机的刹那 夜晨已经爬在了地上 因此并没有遭受到什么伤害 片刻后 炽热的火焰之力逐渐减退 夜晨抬头看去 只见面前一片狼藉 丧尸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 在中央处地面一片焦黑 附近的几头丧尸也是皮开肉绽 极为凄惨 距离较远的丧尸还没有死透 从地上挣扎着向着夜晨爬来 夜晨走过去 神色冷漠 一脚踩爆了头颅 转身对白龙说道 迅速收起了鸡花肉 天快黑了 白龙从后面走出来 看见外面满地的丧尸的尸体 忍不住怪叫道 我靠 这也行 音乐 听说道 听说道